什么才语展示 因为我的专业是那个 就是供应链嘛 所以我想给大家就是 发表一段一个小型的这个讲话 关于供应链和环保主题的 好 来 掌声 Hello everyone It's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nd deliver this presentation The first thing came into my mind 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bined with my own research field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reverse log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day So what is logistics? Most everyone knows about it When you buy something online You will have the puzzle within two or three days However reverse logistic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ut it is also very easy to be ignored by people We take the waste of bottle For example The waste of bottle recycling rate in Germany has reached up to 97% in recent years And also Germany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Europe has implemented the bottle deposit system When residents buy water and beverage below one and a half liter they will be charged 25 cents per bottle automatically When you take the unused bottle into the supermarket and you put the bottle into the machine press the button you will get the certificate and deposit back This is why almost no one in Germany will throw the bottle away So what can we do in our lives? If the city you live has implemented the garbage sorting system So please classify your garbage And if you have some unused electronic products you may can sell them to the recycle agencies and something could be garbage for you and treasures for others Thank you 刚才杨荣听着剧情会声 来杨荣给我们翻译一下 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没听懂啊 我也没听懂 谁听懂了 我大概听明白 你说一下大概是 他主要讲的是整个物流领域 一直到个人消费者的 这个整个流程里 如何做环保的一些缓解 比方说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德国 他的饮料是可以瓶子回收的 通过瓶子回收 他会给一定的优惠券 再回来 可以作为一定的抵扣 许总的话 他的解读是非常到位的 就是为什么我选择 用英文进行演讲呢 是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展现这个英文水平 其实英文水平 也是我的一个优势呀 我能利用这一块 既能表现出我的环保主题 然后又能展现出 我的英文水平 这个属于一件双雕 江江我再问你 通过你的演讲 在你的研究领域 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 在中国的应用 我觉得任何地区 都有一个自己的 特殊性的存在 像中国社会的话 跟德国社会 可能就有所不同 每一个城市 有每一个城市的特性 比如说现在上海 就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 因为逆向物流 其实也是 这个供应链中的一环 但它经常容易 被别人所忽略 它是由这个消费者 再留回这个商业圈的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话 说实话 我自己的研究 在这方面不多 江江江我顺着段总的这个问题 再往下问一下 因为如果你想拿一份 你现在提对这样的一个 薪酬的目标的话 其实要跟你的专业比较匹配 而我们面试博士的时候 一般还是有希望他展示一下 说你的博士课题 具体做的是什么 尽量用普通一点的语言来表达 因为你的行业很专 好 我做的是港口研究 港口竞争 然后博弈论 有这个市场 有两个寡头的存在 双寡头市场 然后在这个双寡头市场里面 这个港口如何的定价 它就涉及一些博弈的问题 它可能考虑了 消费者的一些习惯 考虑了一些环保的问题 排放的问题 考虑了一些路上的拥堵问题 然后在这个环境中 我去算一个定价 这个时候我现在在做 那我觉得基本够了 因为你的这一部 这种类型的博弈论 其实在很多商业环境下 是有用的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四战争 来 几盘 云洞拜请翻牌 16000加4000 13星 无则底薪是16000 然后4000是每月的绩效 职位的话就是数据分析师 嘉嘉 到家给你提供岗位 是数据分析师 月薪是2万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的北五环这边 何东东 法国梦全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数据分析师兼物流共链部的经理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 薪资是2万的无则底薪 嘉嘉 我这边提供给你的 是我管理的一家 做互联网大数据的一家公司 叫期盼数据 给你的岗位是分析师的岗位 我给你的薪酬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是因为这个数据分析的领域 跟你目前所专业 还不太完全匹配 但是我觉得你完全能胜任 想问一下您这个数据 主要是哪方面呢 主要是现在移动互联网上各种APP 全球的APP的数据的分析 考虑一下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薪水上还要谈吗 不需要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要问吗 也不需要问了 需要那两位给你意见吗 不需要 我就欣赏他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好 但当你说不需要他们给意见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点尴尬的 对 但是这种尴尬 我觉得给你加分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10秒 58通城 铁甲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58通城 去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